翘嘴鱼又被称为翘嘴巴 翘脖子 脖刺鱼 白鱼 掘嘴帘子等 它们之所以叫翘嘴鱼 是因为它们的嘴巴突出挺翘 它们的体型修长扁平 上河比较短 但是下河比较后 并且还会有突出 它们分布的范围比较广 在长江干流 以及黄河水系的湖泊中 都有它们的身影 翘嘴鱼平时主要是以小鱼 小虾为时 在锤吊时可以选择昏儿 翘嘴鱼又叫什么鱼 翘嘴鱼又叫脖刺鱼 白鱼 掘嘴帘子 翘嘴巴 翘脖子等 它们名字很多 之所以被叫做翘嘴鱼 是因为它们的下河比较突出 而且会往上翘 翘嘴鱼的体型较长 但是身体扁平 头和背部都是平直的 但是下河比较厚 而且还向上突出 翘嘴鱼属于淡水鱼 在我国大多数淡水的湖泊 与河流中都有分布 翘嘴鱼怎么钓选择时间 要想钓翘嘴鱼 需要选择适合的时间 它们和其他鱼儿的习性不同 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 锤吊的时间可以选择 清晨的四至六点和下午的四至七点 准备钓具 翘嘴鱼的性格凶猛 锤吊的时候要选择一个硬一点的鱼竿 它们的嘴巴偏大 鱼钩要选择一是泥五号左右的 另外 它们挣脱的力量也比较大 鱼线可以选择六号和三号组合 准备耳料 翘嘴鱼比较喜欢昏耳 锤吊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小鱼 小虾 红虫 泥鳅 蚯蚓等 有条件的话 最好准备活儿 选择钓点 翘嘴鱼清晨和傍晚的时候 喜欢在潜水中活动 锤吊的时候可以选择浮游生物较多的潜水中 提前打窝 钓翘嘴鱼的时候最好提前打窝 因为体型偏小一点的翘嘴鱼都是群居 只要将它们吸引过来 锤吊就比较简单了 开始锤吊 打窝后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抛干了 抛干的时候用适当的力度 将鱼竿和钓组一起抛入打窝的位置 等待鱼儿上钩 发现翘嘴咬钩以后 可以等待二至三秒的时间 这样可以避免鱼儿逃脱